今天第一次录一条关于露营的影片 今次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夏天去露营 有些经验分享 去年我们没有收过季 全年都有去露营 6、7、8、9、10月都有去 有些经验,大家分享一下 夏天露营都蛮烦的 我本身是一个很怕热的人 又怕濕 但是又喜欢露营 夏天露营最明显是这些问题 所以夏天露营 遇到的问题是热、濕、下雨、蚊蟲 另外食物方面都可以留意 逐样跟着说 首先谈谈睡觉 热睡觉很痛苦 在外面就不能开冷气 最多只用风扇 再说吧 冬天露营有三桂像 有四桂像 夏天只用内涨最理想 即是用沙网 夏天如果不用也有很多蚊蚢 如果用外涨就会浑到粋费 那我们就只用内涨 如果用内障下雨怎么办呢? 用内障好像有点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在顶上打开一块天幕 那块天幕最好是银面 银面有什么作用呢? 主要是防潮,遮阳光和挡雨 为何天幕可以防潮呢? 其实渡汗水很潮湿 主要是温差 因为温差,外面没有天幕 银面是热,外面是冷 所以水会凝结 如果有天幕格格 那些导暗水就在天幕上 当然夏天露营第二天会热到飞起 所以那块天幕如果有银面更好 可以遮阳光 当然冬雨也是,夏天塞一无神也会下雨 你看到我这里 右手边的照片也下了外障 因为那晚突然下大雨 所以天幕只会撇雨 夏天的雨可以突然来得很大 所以有一个天幕会比较理想 另外我们只用内障 也适宜用一个大型 例如你一个人选择二人形 可以用吊线 可以用吊线的形大一点,楼底高一点 否然很容易转到头 坊间很多人说吊线是血的子 其实是不害怕的 炒下去也有点痛 即是未曾经受过受伤 我有三把风扇也未曾经受过 转到流血或雨或受伤 即是有点痛 一般的橡膜都可以 唯一是金仔的顶部会收到很窄 如果用吊线的线会刮到形象 所以也是用回蒙古巴浩蝶 另外一般我们是想一把风扇 可能有一把吊线在上面 但其实我经常告诉我 最好加多一把线 像右手边那张上线 头顶有一把吊线 右手边也多一把风扇 那风扇是什么呢? 就是抽营外面的先锋 因为风扇都是糖水滚糖鱼 如果在镯幕里面热 吹来吹来吹来都是烟风 如果有一把风扇 好像有抽气线的状态 就帮风扇抽进来 另外还有两个秘技 稍后会详细说 一个叫冰感毛巾 另一个就是冰沙藏箭 就是夏天极怕热的人会有帮助 先说一下风扇 我自己有几把风扇 例如你要把扒椒线吊起 扒椒线有什么好处呢? 内置电池、易卖 但是又不容易吊起 其实要弄也很容易 我这里也有个示范 就是找一条形成 加挂钩 找到重心怎么挂起 它便可以平衡到 巴椒线大巴椒 有两粒 1650 就算原装那两粒 我发觉都可以开通销 很够电 就不会说半日没电 然后要换电 所以我都蛮推荐 另外巴椒线有个网 就算是金仔都可以用到 那些线也不会刮到的形象 另外风扇 没有人限你一把 我通常都带两把 如果夏天好热的时候 有些吹脚或抽血气 总之你有两把就弹性大了 风扇来说最良爽 当然是那些最老套的吊线 我自己就改装了这把吊线 吊线最麻烦就是 电源要一直拔下来 你要找夹夹夹着那条线 一直走下来 开关又麻烦 所以我自己改装了 就是加了一块锂电池 锂电池就比其他尿袋好 因为不需要升压或降压 也会比较高 另外我自己也加了一个遥控器 吊线最麻烦就是 要开关它 通常都没有什么开关 有都是要在线上 如果我把电池吊在形上 开关会比较麻烦 我又加了一个遥控器 其实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做 如果要买零件 自己拼搏也不是很艰难的事 绝对是一头支 一把好的吊线 一块好的锂电池 可以用通宵 整晚不用说要换电 我以前是用18650 3粒来推 睡一半夜要换电 热醒换电是很痛苦的事 好了 再说一下风扇 外置电池的风扇 就是刚才说的 我用一块锂电池在外面 加多个遥控器 另外近期也多了一些 有内置充电池的风扇 相当像抽取线 这把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多些电 多些电的版本 用通宵第二招 都还有一用 相当够电 而且它有内置的遥控器 不需要自己改装 不过这把线 麻烦就是线叠不能拆出来 另外线叠也比较小 所以风量不及那些大把吊线好 大把吊线好 其实风速不是最重要 要睡觉 我觉得风量是更重要 因为风量是帮你剔走身上的体温 真的能做到降温的作用 这把线叠小一点 但都可以好用 如果你不是最怕热 都可以考虑用这个 如果怕热 都是做一把外置电池 大大一块线 最差的是芭蕉线 其实芭蕉线也不是很差的 不过它这么小 你也不能期望太多 如果风扇更多 有时晚上热 也可以拿出来添木用 第二招也可以拿出来添木用 最后两件神器 一个是冰沙床墙 一个是冰紧毛巾 冰紧毛巾 我认为现在的毛巾皮 是容易买到的 很神奇 它有一面 蓋了会有两个不蓋的感觉 挺舒服的 其实在家里也可以用 冷气不用开大环保 这种是 纯粹让你睡得舒服 很多人不蓋皮 睡得不太舒服 我是那种 另外蓋皮也有一个好处 蓋皮 蓋了皮 因为身体的测度 会不会太濕 你不蓋皮 因为身体如果吹到冷 水气会觉得很濕 但是如果蓋皮 体温蒸干了毛巾 反而你是干爽的 很多时候夏天的露营 如果不是太热 你蓋了一些东西 会令到水气跑掉 我也做过实验 如果对墨 像收入地 你放在背部 炸一晚会干爽的 因为你有体温 体温是帮手驱走 所以这个冰紧毛巾也相当有用 另一个更厉害 冰沙床战 冰沙床战是什么 就是一件很重的东西 相当重 好像可以拿到一个形 但是如果很热 也值得大 冰沙床战里面 其实是冰沙的问题 原理是什么 就是它的形固点 由液体变固体 形固点大约30多度 所以你直接放在这里 它会变成固体 室温也足以令它变固体 但是当你扎下去 扎下去 37度 36度 扎下去 它就会慢慢由固体变成液体 即是Latent heat of fusion 通常热容量都比较高 所以它一路融的时候 就拿走你的体温 实际上是真的可以降温 相当舒服 睡上去好像冰床 效果差不多够一整晚 如果半夜热醒了 你躺一躺 等它在旁边的冰沙到中间 很舒服 这个是秘技 但是相当重的 这件衣服 怎样都比用冷气 好了 讲完睡觉 讲完温度 也可以看看这个湿度的问题 夏天另一个问题 就很濕 甚至雙层橡膜 起床 炆沙和外脏中间都会濕 如果有天幕就很多 要防止这个湿气 刚才我说 你蓋一块皮 令到体温驱走一些湿气 令到温度轻微上升 驱走一些湿气 是一个方法 另外最重要 就是有一块天幕 架架 另外就是通风 通风 不会那么容易有湿气 好了 讲讲食物 冬天很多时候 吃的东西和夏天不同 夏天在外面没有冷气 你吃的东西都可以吃点凉爽些 例如早餐可以吃沙律 吃蕎麵 晚上可能吃饭 比较好些 还要带些现成的菜 例如我这里有个朋友 带首斯鸡 这样就凉爽 切叉烧 再不然 在陆远倒的水 很快会很凉爽 吃蕎麵 因为有个湯 所以就很热 吃饭相对就好些 另外可以预备一些水果 甜品 近来都上了饮 下午的露营 都会切些水果 或者 雪一两盒豆腐 带些动饮 动饮 最简单就是 冰到冰 然后包住 做食物保鲜 差不多溶完 喝完 另一个就是 带很多很多冰饮 人多可以带冰箱 另外我自己也买了 一个小小的冰箱 由上个人非常喜欢 放三罐冰饮 还有空间放食物 放大户花 一流 SOLO也值得带 好了 最后 讨论题目就是 这个 营地 香港 夏天适合露营的地方 包括 这样的 一个就是山上 另一个就是海边 海边有海风 可以游泳 各种 山上 主要有两个营地 比较清爽 一个就是 传感 或者扶轮 另外就是 大婴山的 我命运比 因为比较高 平时你上天文台的网站 看个分区天气报告 你都会看到 网坪通常比较清爽 和大帽山 网坪有个温度标示 你看到温度 可能是 25-6度 其实已经很舒服 不会太热了 我自己就25-6度 可能上限 如果睡觉 27-8度 都勉强可以的 上限 另外 全錦盈地 没有标示温度 但我自己的经验 计算过几次 都是 大帽山顶 和荃湾可观 那两个数字 随意 相差不远 大家出发之前 可以估算一下温度 温度方面 就是密云 会热一点 晚上 没有人的晚上 会凉爽一点 冬天、夏天 都是这样 日间 当然是有云 没有那么热 营地的选择 其实选择不多 夏天 如果你去上山 例如你去掌上 说你上去都热死了 那就不太行 好 分享着这么多经验 大家有什么心得 都可以一起留言 分享